本集由《爱识攻防》特约赞助播出 Hi, 我是陈老师 记得订阅、赞、分享这条片 谢谢你 今集我们继续讲 内心强大比什么都重要 这本书还有另一个译名叫 《告别玻璃心的十三件事》 英文的书名叫 13 Things Mentally Strong People Don't Do 作词是Amy Moran 上集我们已经说了六件不应该做的事 分别是自艾自怜 是一种杀伤力最大的情绪 第二件事 不要把自己的开心或沮丧的权力交给其他人 第三害怕改变 第四控制欲 第五取悦其他人 第六风险规备 今集我们会说剩下的七件事 如果大家对一本书的前半部分感兴趣 可以听上一集 第七件事和过去和解 美国作家Mary Anna曾经说过 沉溺于往事并不能令过去的伤痕遇合 只有活在当下 才能够抚平昨日的伤痛 我们一起跟着作者自测一下 看看我们会否有沉溺过往的倾向 第一 你经常希望Rewind 即是到达 经常幻想自己的某一段人生 能够重新来过 第二 过往的令你后悔的决定 至今仍然令到你非常痛苦 第三 你花费了很多的时间 去想如果你选了一条 稍微有些不同的道路 那现在的生活 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第四 有时你会觉得生命之中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 第五 过往会像电影画面一样 在你的脑海里面不断重复上演 六 有时你会想象 如果以前说了一些不同的说话 或者做了一些不同的事 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七 你会惩罚自己 或者和自己说 你不应该过得开心和愉快 八 你会为自己的过往感到羞愧 九 如果你犯了错 或者是经历了某一些尴尬的事 你就会不停地回想当时的场景 十 你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去想 你应该拥有的东西 或者是 你本来可以处理得更好的事 自我反省绝对是一件好事 但是沉溺在过往 它就会摧毁我们自己 它会令到你永远无法活在和享受当下 那究竟为什么 那么多人都喜欢沉溺在过往里面 创神Mary就说了她自己的亲身经历 因为她妈妈是急病小小的 所以她就希望家里面所有的东西 都能够保持她妈妈离世之前的原貌 例如说希望她衣柜里面 所有的衣服都是整整齐齐的 就好像刚刚摄好那样 她也希望圣诞节的装饰 都是放在她妈妈以前的 那个 即是专门装装的装饰盒里面 因为她希望将来有一天 无论什么时候都好 如果她妈妈回来 一切都可以维持圆阳 其实类似的情节 我们看剧集 看得太多了 如果对方是失踪的 情有可原 你不动她的东西 但如果对方已经离世 甚至乎已经离世了十几年 她的房间仍然都没动过 那就是亲人在沉溺过往 然后三年之后 Amy的先生 Lincoln 又走了 又是急病 心脏病发 她又再一次希望 家里面的东西 能够定格在Lincoln 还在的时候 例如会模仿她 收拾东西的风格 她摺衣服的方式 书櫃摆放那些书的顺序 会去闻一下对方的衣物 看看还有没有她的味道 有时出完街回到家 看到那些书的位置 好像不同了 或者被人收拾过 那她就会在这想 是不是Lincoln 回来呢? 然后还有其他更加夸张的东西 就像Lincoln 用过的牙刷 其实她明明在理性上就知道 Lincoln 没可能会再用这支牙刷 但一直直到两年之后 她才扔掉了她 因为扔掉了她的牙刷 在Amy 的内心里面 就像背叛了她的先生 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如果家中有亲人离世 她的遗物 你扔掉了她? 好像跟地方说 这里不是你的家 我现在抛弃了你了 我们甚至会代入 那个已经离世的亲人 去这样想 她扔掉了我的东西 她们不爱我了 所以悲伤 其实会带出很多非理性的想法 会令我们经常沉溺在过往的事情里面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无法重新创造新的美好的回忆 能够令我们沉溺于过往的 不单只是悲伤和不幸的事件 有时沉溺过往是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让自己可以忽略现在的现实 这种情况通常会出现在一些想起身上 例如想当年我是校队成员来的 我以前是个武王来的 不管你这些想当年是真还是假 识到的怀面是没有问题的 尤其是自己的荣耀时刻 正常的情况可能是一两个念头 最多三两分钟就过去了 但如果这件事已经是乖在嘴边 或者是佔用你现在大部分时间去想以前的事 那就有问题了 作者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好像在感情关系上 如果你现在和你的伴侣或是戀人 他的关系相处得不好的话 那我们很有可能就会用很多的时间 去怀念之前的戀人 都是以前的那个好 我们甚至乎会幻想 如果上一段的感情 我们能够开花结果 又或者是我们仍然觉得 嫁给我的初戀是最好的 当我们会这样想的时候 通常都是我们现在过得不好的时候 又或者相比过去 现在的状态不是太好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会美化过去的一些事情 也有可能会简单化我们所谓的过去 觉得以前的生活会简单一些 会快乐一些 但是其实你认真想一下 是不是你嫁给你的前男友 你娶了你的初戀 你真的会快乐一些呢 你当时跟他在一起的原因 你还记不记得呢? 如果纯粹是样貌的话 校花今年可能有奏文 校草可能已经地中海了 是不是? 还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我们跟一个人不够的原因 可能是性格 是不是? 有时我们甚至会后悔 为什么我们会写起了一个 性格比现在一个更好的人 选择了一个脾气暴躁的人 做伴侣呢? 我们只是看到他性格好 脾气好的那一面 但未必发现到 他没有活力 或者是悶的一面 我们美化了 你认为他好 相比起你现在 觉得他好的那一部分 而忽略了 你跟他分开的真正原因 所以Amy提出 我们应该要跟过去和解 我们对悲伤的误解 会令到我们选择活在过去 很多人都会错误地认为 自己如果对某个人的悲伤 越持久 那就证明自己对他的爱越深 但实际上 你悲伤的程度 并不等同于你心爱的人的程度 这个做法绝对是一点都不理性 他就类似是 好像幸存者的那种内疚感 对方死了 但我没有死到就是我的错 怎会是你的错呢? 你一个至爱的人 我估计假设是有鬼 你觉得他变了鬼之后 他就会想你不好 想你坏的 每天都想着我啦 我要折磨你呀 昨天很关心你 但变了鬼之后 他的性格就会变了 是不是? 变成想折磨你 很想围绕在你周边 让你无法再向前 继续正常生活 每天想着我就得 想着我啦 想着我啦 你不可以开心的 你不可以开心的 你开心就是对我的背叛 你坏了你 你坏了你 为什么我们对鬼会有这样的假设呢? 神经病的 这个想法绝对是一个不理性的想法 哪怕我们的亲人就算变了鬼也好 你害怕什么? 你没有害怕 他不会是想你不好的 而我们是怎样去表达自己内心认为的那种忠诚 就是悲伤 就是不开心 就是令到自己不幸福 令到自己过得不好 因为这样表达忠诚 其实真是很傻的 如果我是个鬼我见到我都心吓啦 你是选择了一种我最不想你做的方式 你去表达怀面 你去挂着我 那我是很心痛的 我们很多时候对鬼 或者是世去的人的形象就是 你会认为他转换了一个形态 他就生成大变的 为什么你会有什么假设呢? 我这样讨论不是和大家讨论有没有鬼 我是假如真的有鬼的话 你用理性的角度去想一下 你都知道他没有可能会变了 如果这个人生前是关心你的 是希望你开心的 那他死后同样都会这样做 都是会这样想 所以我们最应该做的事就是 要比以前更加开心 那才可以令到他安心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允许自己 要向前看 向前看不是说 叫你把你最爱的人 和所有的回忆都丢掉他 拋出牢后 而是你仍然需要 舞照跳马照跑 你当下必须做的事 你仍然要去做 那是享受生活的 仍然都是要生活 有一件事我不是很赞同 就是说 有些人说 亲人离世之后 几天几天 你不应该进行什么娱乐活动 我觉得这件事 其实不应该有什么建议或规定 如果你是真的没有心情去娱乐 你自然就不会去娱乐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 我已经有心情可以恢复到 我可以去娱乐 那你就去娱乐 难道你过一身的亲人会觉得 你这样不敬对我 我刚刚死了 你就想去唱棋 你真是不超纸 你想出来的 这些枷锁是我们自己踏着自己的 我从来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会很认真地怀面 但也会很认真地过回自己原有的生活 我不会因为我的亲人离世的当晚 我看电视 我播剧集 那就是对我亲人的不敬 不是的 一件这么小的事 我们在内心里面都要产生罪恶感 你看我们有多累 其实某程度上就是精神内耗 根本上没有必要多余的 假设一个小的人 他的人格或者他的观点 如何看待你 其实是多余的 Life must go on 这件事是永远都不会错的 更不论以前那些 什么手效三年啊 手效十年啊 What are you doing? 简直是浪费时间 简直是一个完全是虚偽的表现 人都走了 你守住家里 守住那个墓干什么 什么一百天不去别人家 那些又不可以见哪个哪个 更加多余 当然如果对方是介意的话 那你就当然不要去这样做 但其实我是不会介意 别人家里有什么白事 然后来我家里 来家里又怎样 带一只鬼来 把这些事运带来我家里 令到我家里也准备有人死 不要这样啦 真是想多了 如果这样也是work的话 那很容易弄死一个人 有谁可以弄死我呢 有谁可以改变我的命运呢 除了我自己之外 基本上没有 是不是 当你能够理解这件事之后 其实鬼也好 霉运也好 衰运也好 你对这一切都会有全新的理解 还有一点就是要学会原谅 原谅有几层的意义 一层是原谅对方 另一层是原谅自己 我常常会举一个杀人犯的例子 杀人犯 判终身 作为受害者的家属 你可以不原谅他 这个社会也可以不原谅他 但作为这个人自己 即是这个杀人犯自己 你是应该原谅你自己的 然后积极一点去做一些 你认为是有意义的事 好的事 就算是弥补不了对方 也好 那就做一些有益的事 你拿些时间去怨恨自己 何必呢 但当然了 这个前提是 你首先要认识到自己是错了 你放下了这件事之后 那就重新出发了 如果杀人犯都应该原谅自己 那你做过的事 有他这么严重吗 你为什么不可以原谅自己呢 而如果不是你伤害人 而是别人伤害了你 那其实最理智的方式 就是你原谅他 这个人会伤害你 那你以后就不要再和他有任何的接触 同一时间 心里原谅他 放手 可以令你不再感受到伤痛和愤怒 你不断捉住那件事 不放手他 他永远都会留在你心里面 但当然这件事 不是叫你强迫你这样做 你做到就做 做不到就不要这样做 但放下这些愤怒 伤痛 仇恨 你两边肩膀马上就轻了 你就可以轻装上阵 你帮着这些东西 你到底想帮到什么时候 帮到60岁 帮到80岁 还是帮到离开人世 始终有一天都要原谅他 为什么要被一些坏东西 或者一些坏人影响自己 你当是被黑衣 施捨了他 我原谅你 赦免你死罪 贵安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真是的 有什么都不能原谅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心里想 你未见他人苦 就莫勸他人善 放下对我们来说 一定是有帮助的 我其实只是想表达这一件事 究竟最终要不要放下 要不要原谅 是你的选择 最后 在这一章里面 有几个提示给我们 第一 反思一下过往 看看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到些什么 第二 直面未来 就算这样做 可能会很痛苦 第三 主动地调节悲伤的情绪 这样你就能够集中精力 过好现在的生活 并且规划好未来的计划 第四 想到某一件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想想当时的细节和事实 不要再想自己的感受 第二个提示 找到一个和过去和解的方法 和自己聊天也好 找咨诊师聊天也好 写日记也好 写小说 将它表达出来也好 找一个适合你的方法 去将过往一些 你拿着捏着不肯放的东西 重新疏离一次 表达一次 最后放走 叫他跪安 昨天也说了几个无用的方法 假设一切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这件事是最得人害怕的 在很多家庭里面 如果有一些小朋友 在小时候腰折的话 通常在这个家里面 永远不会再提这个人的名字 因为那些小妹妹 可能会觉得 提了这个人的名字 可能会刺激到爸爸妈妈 所以不说 爸爸妈妈又怕会刺激到小朋友 所以又不会再提这个小朋友的名字 他就好像被人隐藏了 而这个情况 我们在讲家庭系统排列的时候 就经常都会出现 其实是很大问题的 被隐藏的人 将会在他的后代里面 以某一种特定的形式回归 并不是什么诅咒魔咒 而是我们对这个人的隐藏 或者是禁忌 可能会改变我们日常的用语 或者是接触的事物 久而久之 他反而会刺激到大家对这件事的兴趣 过度的压抑 就会有过度的补实 所以最终 你将你想在你的家族里面 隐藏的那个人 他的性格 他的经历 或者是你不想被人看到的东西 重现在我们的家族里面 发生了的东西 就一定是发生了 不可以隐藏 一定要开心见诚 第二个没用的方法 就是关注自己失去了些什么 我们在讲尋回成本的时候 已经探讨过这一类问题 经常想到自己失去了些什么 什么不值得 有什么意义 没有实势的意义 他只会浪费你时间 第八件内心强大的人 不会做的事 犯相同的错误 真正的犯错是指 我们犯了错 但是不能够在过中吸取教训 我们不妨又看看自己 会不会有些重度覆车的影子 第一 你经常都会很努力地 想要达成某一个目标 但经常都会卡在同一个环节上 第二 遇到障碍的时候 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 去想新的办法去克服他 三 解除坏习惯很困难 因为你经常都会走到同一条路上 第四 并没有花费足够的时间 去分析和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 第五 因为不能够改正某些坏习惯 而很生气自己 第六 有时你会和自己说 我不会再做同样的事 但往往都是会重度覆车 七 有时会觉得学习新方法 去做某一件事 要花费太多的精力 八 经常因为缺乏自律 而感到沮丧和挫败 九 一旦开始不安或者心烦 所有想做出改变的想法 就会消失了 好了 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们会重度覆车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我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 但为什么我下一次又会这样做呢 其实跟我们的脑部结构是有关的 作者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在小学的时候 那些小朋友做一些试卷 但凡那些老师改错了的题目 就是说他答错了 就是小朋友答错了 但老师看漏了 然后说他对 我举个例子 就像小朋友做一道题 4加4等于多呢 他写了6 然后老师说他对 后来老师就算发现 不是6是8 是我上次搞错了 那小朋友每次看到4加4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都会想6 哪怕你纠正了之后 他第一时间都会记住6先 我们虽然能够从过去的错误里吸取教训 但如果想要完全忘记 我们过往要学习的东西其实是相当之困难 除了学校之外 其实我们成长的环境 或者是我们在电视新闻上的报道里面 经常都会见到那些名人 运动员 政客出来开什么记者消贷会 就算有证据显示他们真的犯了错 他们仍然会说大话 他们都是不会承认自己犯错的 这些这样的处理方法 其实潜移默化也会影响我们 在面对错误的时候 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反应 一个人如果拒绝承认自己犯错 那其实他根本就不可能 会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反思 也都不可能能够在这些错误里面 吸取到任何有用的教训 所以在未来就绝对有机会犯同样的错误 你将这件事放大到去到一个国家 和其他家道也是一样 如果二战之后那些国家是没有反省过的 也都没有遭受过审判的 那你实际上 就是传递了一个讯息给他们听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好像粉笔字地抹掉它 没有人会受到追究 没有人会受到惩罚 那结果只有一个 就是不知在多少年之后 这件事就会卷土重来 再来一次 而一个经过深刻反省的国家 该负责任的人负责任 该付出代价的人负出代价 那你就会见到这个国家 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它基本上很难再重度覆车 所以很多陷入好像诅咒一样的 循环的国家 主要都是因为错的人 从来都没有受到过 惩罚或者严厉的指责 大家抖抖拼 不多觉就过去了 这件事就一定会再一次发生 微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是会导致重度覆车 这是第一个重度覆车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环固 环固的人经常都会重度覆车 第三个原因是冲动 那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怎样才能够从错误之中学习呢 如果想要避免重复犯同一个错误 那我们就要用小小的时间 去研究一下我们所犯的错误是什么 首先我们将负面的情绪放在一边 认清导致我们行差答错的因素是什么 然后在里面吸取教训 不要找借口 要找找失败的原因 我们具体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为什么我经常都存不到钱呢 会不会是因为我抵制誘惑的能力太弱呢 我为什么经常都会和我的伴侣 反反复复争吵同一个问题呢 会不会是我们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呢 还是我在逃避什么呢 我有什么想法在绑着我呢 又有什么外在的因素和我的错误有关呢 会不会是阿妈插着脚来我们的婚姻里面呢 究竟是沟通的问题 还是性格上的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 是要问一下自己有什么事情 自己可以本来做得更加好 为什么我减肥就是减了两个星期 便放弃了呢 是不是我坚持的时间不够长呢 还是是我找太多借口给自己呢 类似就是这样 诚实一点地帮自己做一个评估 第三个问题 下一次我可以做什么不同的事情 在口里说一下 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和你实际上真的不会再做 是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 所以认真地去想下计划一下 下一次你可以做些什么不同的事 你去避免自己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应该承认自己对每一个错误所负有的责任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做一份书面的plan 去避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要认清楚以往的一些行为方式 可能会有一些前期的迹象 当这些迹象出现的时候 就要引起我们的警惕了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去锻炼自己的自制力 能够从错误之中学习 会令你变得更加强大 第九个内心强大的人不应该有的习惯 就是妒忌心 南非的前长统曼德拉曾经说过 怨恨敌人就好像自己喝了毒药落肚 然后希望自己的敌人因此而死亡 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自己 究竟妒忌心有多强 作者列举了11个特征 我们自己对号入作 第一,经常会拿自己的财富 地位和外贸和周围的人比较 二,妒忌那些能够买得起好东西的人 三,很难忍受其他人分享他们成功的故事 四,觉得自己的成就应该获得更加高的声誉 五,担心其他人将自己当成一个失败者 第六,有时你会觉得自己无论多努力 都不会有其他人那么成功 第七,不会为那些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感到高兴 相反,他们会令到你觉得反胃 八,在那些赚钱给你多的人身边 会令到你觉得很难受 九,为自己未能成功而感到羞愧 十,有时会向其他人暗示 你过得很好 但其实你并不是过得那么好 十一,当有成功人士遭遇不幸的时候 你会偷偷地在那里笑 作者说,如果其他人的成就令到你感到怨恨的话 这种怨恨之情可能是源自于你的不理性 为什么他人的成就会令到我们觉得怨恨呢? 其实怨恨和愤怒是类似的情绪 但当人生气的时候 他们会尽可能倾向于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 而怨恨就不一样了 当你怨恨某个人的时候 你通常会把这种情绪收起来 一般来说,对他人的成就怨恨 其实是来源于一种深层次的不安全感 因为当你感觉到不安的时候 其他人的成就就会放大你自己的不足 所以你就错误地认为 对方肯定是做什么诡计 才可以有今时今日的成就 怨恨也可能来源于一种不公平的感觉 世界上的事情不可能全部都公平 但有时一些不公平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 例如有些事情我们其实并不想要 但他并不会妨碍我们怨恨其他人拥有这些东西 简单的例子就是 可能你并不是一个喜欢去旅行的人 但见到别人去旅行 你就不高兴了 你见到他写一些照片 你就会在想 如果我都可以有这样的生活就好了 他真的不知行什么狗屎运 可以找到一份那么笨的工 你明明不喜欢旅行 但为什么你要这样想呢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有些人不喜欢居住在家 但又见到为什么你可以每天在家 不用上班 在家做事 这么笨的工 你又会不高兴 但如果我要你一个月不出家 你能不能做到 你有没有试过一个月不出家 我试过 有时如果多工作 女儿不用我接上学 我真的狠狠地可以十多天不出家 我每天就居住在书房里面 做节目录东西 你觉得很好玩吗 这件事觉得很好玩吗 你未必会忍受到的 你未必会忍受到这种方式 对着麦克服说话 是没有人的 四周围 对着书说话 对着书说话 你OK吗 你不行 但是有些人觉得 你就是顺利一点的 你就是开心一点的 绝大部分的人 他们都要投入时间 金钱和努力 才能够达成到他们自己的目标 而当我们忽略了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会怨恨其他人的成就 他没什么做 只是说两句话赚到钱 这个世界真的不公平 大家都是这样读书 为什么他可以考这么高分 为什么他可以考到一家名校 我不行 你在玩的时候 人家在买书 你不知道 在三点的时候 你进入梦乡 我还在录音 你不知道 是什么 怨恨是会令到我们 对其他人的看法 有一个不正确的认知 整件事的感觉就是 好像你闪一道门 只是透过你门上面的那只猫眼 在那看外面发生什么事 你无论怎样看外面的人 他的面容都是扭曲的 他都是仰衰的 这些怨恨的情绪 是会摧毁我们的生活的 例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再将精力集中 在怎样获得成功上面 我们越是花时间去关注人家的成就 那我们朝着自己目标 努力的时间就会越少 举个我自己的例子 我从来都不会掩饰自己的妒忌之心 好像做channel 你看到一些和你规模差不多的channel 他们成长了 他们甚至乎subscribe了 超过了我 那我第一时间 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第一个想法是妒忌 竟然被人超越了 我会接受自己的一种不适感 然后大致上三分钟左右 我就能够消化到一种不适感 因为我知道 对方正在走对方的赛道 我正在走我的赛道 就算我和对方正在走同一条赛道 我控制不了对方的速度 我没理由开着车 然后我发射锁链去扯着他 不让他向前 我只能够目送他向前 所以生气做什么 妒忌做什么 然后慢慢我就会去理解 对方肯定是做了什么成功了 或者做了什么事情 是合理的 令到他的发展 比我更加之快 我并不会因为 对方超越了我 就否认我自己的价值 他的成功是有他的原因的 那我就应该祝福他 同一时间 我也应该正视自己的成功 正视自己的努力 用自己继续 用自己的速度 用自己的节奏 在这条路上慢慢走 如果我跟你说 任何的人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都不会妒忌 那我一定是骗你 不可能的 这件事是我们的动物的本能 关键的地方 就是你如何去和自己解释这件事 令他自己可以用理性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 如果当别人超越你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想到 肯定他出狡猾 肯定他做了什么 不见得光的事 肯定他哗众取宠 你可以想到很多东西 但这些是不是事实 这些可能都不是事实 因为当你这样去判断别人的时候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你是忽略了别人在这件事里面 所付出的努力和精力 而当你将你的关注的焦点 放在别人身上的时候 你就永远都不可能 会对你自己拥有的东西感到满意 我之所以能够用三两分钟 就将一种妒忌之心排解它 因为我其实对我自己 目前做到的东西 或者我目前现在的成绩感到满意 当我对我目前的车感到满意的时候 你开一部Volari 在我旁边一声过去 那是怎样呢 关我什么事 我仍然对我自己的车感受到满意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当你对你自己的成就 你的生活感到满意的时候 其他人 就算在你面前 穿成一只鸟 关你什么事呢 你下一个想法就会变成 他都真的穿得挺漂亮 他都真的做得挺好 你就会变成是欣赏的角度 而不再是妒忌 妒忌 我不可以说它完全没用 它是一种push你 不断进步前进的力量 尤其是小朋友 我觉得小时候 拥有妒忌之心是很正常和必要的 但当你变成成年人 或者逐渐长大的时候 你是懂得要安抚一种感受 你应该要安抚一种不识感 不是困住他 不是不让他出现 而是要让他自然地流动 然后令他释怀 追逐对方的成就 妒忌 其实还会有很多副作用 例如说他会改变 或者令我们抛弃自己原有的价值观 你做这些节目哪是赚到钱的 讲些教别人如何发达的东西 讲些教别人如何成功的东西 讲些如何捉鬼 如果你真的看着别人做些什么 你就改变自己的想法初冲 那你就会在改变你的价值观 你当我傻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讲些什么题目 讲些什么题材是最好的 我当然知道 如果我真的要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 我要讲可能讲得好过那些人 但我想不想变成一个这样的人 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 当我们去模仿别人 去追求别人的成就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忽略自己的天赋 和自己的技能 你明明都不是擅长做的东西 但你就要扮到自己 或者是你要令到你自己擅长一些 你自己不擅长的东西 那我们就会活得很辛苦 我们就没有可能能够心平气和地 去看待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而且唯有妒忌之心 也都会令到我们的关系 遭到破坏 这几天我想起很多东西 因为女女入了小一 我就想起在我自己读小学的时候 我和我的同学的相处是怎样的呢 我在小学的时候 最好的那几个朋友 为什么现在连联络都很少呢 可能一年都不会说一句说话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后来我就发现我某一些友谊 有某几段友谊的关系 其实是不健康的 我们表面上常常出相入对 好像是很好的朋友 但实际上我们的内心是互相妒忌对方的 我们并不是真的很好的朋友 其实你是会在不经意之间 传递出一些信息的 例如说可能 当人家有好的成绩的时候 你会潤他两句 或者可能有时你用来掩饰的笑容 会有些虚假 而对方其实可能会察觉到 这些这样的朋友关系是有毒的 而作为一个小朋友 其实是很难识别到真正的友谊 和表面上的友谊 因为小时候不是太懂得处理 关系和情绪 我们很可能会吸引到一些 对我们自己是有敌意 或者是双方都有敌意的朋友 我想女仔可能会多些的 所以这几天我就在想 女儿突然认识到的同学会不会 都是认识到这样的人呢 如果真的认识到这样的朋友 我应该要做些什么呢 我会想很多这些事情 这段时间 但我觉得我和女儿 有一部分做得很好的就是 我经常会听到她说 她的心很痛 她说她的心好像 被刀刺了进去 然后她有时会说 爸爸我很贪心 我想要什么什么 可能她的词汇不是太丰富 她说她的贪心 其实是指妒忌的 例如打机和阿嫲玩 她打机都已经很聪明了 但有时她阿嫲 好像玩Mario 她阿嫲去了星旗 然后她第二个星 她就觉得阿嫲抢了她风头 然后她就会发生气 她会跟我说很贪心 她想快过阿嫲去升旗 我很开心的是她会跟我说 她自己内心里的情绪和感受是什么 这些都是健康的表现 而我反观我小时候 我是不会把这些东西说出口 所以我很开心的地方就是 我看到我女儿她活出了一个 我并没有活出的人生 她起码在她的童年里面 是健康过我小时候的心理状态 这一件事是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不过说回头 其实每一个朋友 她都会夹杂着两部分的 第一部分就是真的会祝福你 第二部分就是会有少少妒忌 问题就是究竟比例是多少 如果妒忌的比例多过祝福你的比例 那这些朋友就不是好的朋友 是敌意的朋友 如果祝福的比例和妒忌的比例是要大的 那这些朋友就可以一直交往下去 这是我对朋友上的定义和判断 我当然不会阻止女儿认识什么朋友 除非那个人是坏人 但我会观察一下她究竟会认识什么朋友 我尽可能地不去干预 让她自己去体验 但如果真的会出事的话 我也是会出手的 有限的控制 我们昨天才讲完 OK 讲了一些题外话 我们继续讲回本书里面 到其他人会令到我们变成一个自欺欺人 所以作者建议我们 不要和其他人比较 多留意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成见 不要强调自己的弱点 也不要放大他人的长处 不要诋毁其他人的成就 也不要经常说什么不公平 我们要学会定义自己的成功 你们说我成功的地方 那些未必是我成功的地方 成功只是可以由你自己去定义 我其实在几年前 就已经发现自己 已经是一个成功人士 哈哈哈哈 在世人的眼中可能 我没有什么成就 但我自己已经知道 我已经是一个成功人士 而几年之后 开始慢慢多了人 觉得我是成功人士 但我反而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其实对方口中的成功 其实并不是我自己认为的成功 这些只不过是对方想象之中的 我的成功 或者是他希望的成功 他并不是我真正的成功 我真正的成功就是 我终于彻底和我自己和解 我举一个不是太恰当的例子 世人所定义的成功 可能就是会见到你挖到一块金 他就说你真是太成功了 挖到一块金 而我成功的定义就是 我虽然并没有在这片土地里挖到一块金 但是我发现了这个地方是一个金矿 当你和自己和解的时候 你实际上 你所发现的就是一座金矿 你就算不挖他 都是金矿 而你只要稍微挖一下他 他就一定会有黄金 而这一样东西才是真正的成功 而慢慢你会发现 当你坐拥一座金矿的时候 也就是世俗所说的 当你心中富有的时候 你还会妒忌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 你只会祝福他 你只会替他开心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 都是成功人士 因为你的心已经足够宽广 如果还做不到这一样东西的人 他都只是BB仔 而当你见到BB仔的时候 你又会不会和他计较呢 你只会笑一笑 然后就不会再将他做的东西放在心上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心胸广阔的人 但我慢慢发现通过理性 通过学习 我的心胸越来越广阔 不是因为去追求心胸广阔而去追求心胸广阔 而是当你做到了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心胸广阔的了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做到他就是做到的 就是这么简单 我很小气的 我真的是一个很小气的人 只不过在以前的几十年里 我假扮到自己不小气 其实我是一个很小气的人 小小事我都会记住 但表面上也会假扮到自己很豁达 哎呀 我不介意的 那就是虚伪 现在我介意我会直接说出来 我不介意的我真的不介意 言行一致的好处就是 你是会轻松很多 OK 去到第十章 内心强大的人 不会做的第十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逃避失败 逃避失败就是在逃避成功 那我们又来一起去检视一下自己 有没有这样的特征 第一 担心会被其他人 当成是一个失败者 第二 就是想做自己能够做好的事 三 如果第一次做某一件事做得不好 那就有可能不会再尝试第二次 四 相信那些最成功的人 天生就注定要获得成功 五 有很多的事情 你认为不管自己有多努力 都永远不会学得懂 第六 你大部分的自我价值 都和你获得成功的能力有关 第七 一想到要失败 就会觉得不安 第八 想要为自己的失败找藉口 第九 宁愿展示自己有的技能 亦都不愿意去学习新的技能 所以说我们要警惕那些 令到我们因为失败 而不愿意去作出尝试的想法 有几个思想上面的观念 我们是要扭转的 我们经常都过于强调天父这件事 但实际上有意识的锻炼 会比天父更加重要 有无数的例子跟你说 很多天才儿童 很多知幽生 长大了之后 就会变成一个平庸的人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是因为缺乏有意识的锻炼 就算你资质平平 只要你能够有意识去锻炼 就如跟我们之前说的原子习惯 那你就可以将自己变成一个天才 我给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从今天开始 你日日都练讲话 你日日都做一集节目 我不信你十年之后 你没有办法像我这样说话 我不信你不会说话 从今天开始 你每日都练习几十分钟 彈吉他、彈琴 我真的吹Saxphone 十年之后 你不是个专家 我真的不信 如果你能够经过十年、二十年的精心训练 没有天父 你都能够去到世界级 天父是什么? 天父就是在楼级上 人家站上两级 而你在平地那里 仅此而矣 如果他原地踏步 他会停留在两级 而如果你每日都坚持走半级 你很快就会走到十级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毅力比智商更加重要 他是更好的成功预言者 那天不料的频道 去到七万五千个订阅 我过去他的频道留言 恭喜他 你是否想问我 有没有妒忌他 妒忌了三十秒 有妒忌的 但更多是祝福 不料他回回我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说话 我觉得很开心 他就说 我曾经听你的节目 跟着你的节目里说过 你说你是不可能会不成功的 只要你每天这样做 你一定会成功的 我很开心他喜欢我 我说过的这句说话 其实毅力真的很重要 一个人 你有毅力 你是不可能不成功的 有什么秘诀 其实有些事情 你每天都做 每天都做 每天都做 他就会令你成功 我不是特别聪明的那些小朋友 我不是知幽儿童 我绝对不是 但我不会觉得 现在的我 比我的同龄人更加蠢 我并没有什么很闪耀的成就 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就是一个我出街 你都不会认得出我的人 我是一个普通的uncle 但我是一个很有毅力的uncle 所以我说 这个世界最得人害怕的人 不是那些小人 阴谋家 是那些有毅力的人 你千万不要得罪他 他可能会用一生去和你虚耗 所以尤其不要得罪 像有小气又有毅力的人 是很麻烦的 我们最容易就是把我们的失败 归咎于我们的能力 又或者是我们对自己的习惯 无能为力 但当你细心地去想一下 其实这两样东西 它都是可以被改变的 只要是无想不脚踏实地的人 我见得实在太多了 他绝对就是阻止我们成功的脚步 失败未必是成功的妈妈 但直面失败一定对你有帮助 所谓支持而后勇 勇这件事不是包生仔 你在战场上勇 可能会死掉 但也有可能会成功 所以失败不一定是成功的妈妈 但你直接面对她 一定不会错 他一万步说 至少有50%可以令你成功 在这几年里 我越来越感恩的人 在我人生路上遇到的仆街 每一个仆街的人和每件仆街的事 都令到我比之前更加强大 在这个角度来看 他们对我的帮助 甚至乎 还多过大过我的梁师益友 梁师益友教你什么 教你humble 教你知识 但是那些仆街 是会直接拿鞭来fit你的 那在fit你的过程里面 你的 muscle 越来越强劲 你的心智会变成大只仔 OK 第十一章 内心强大的人是如何应对可怕的孤独感 我们一起来看看自己对孤独感的敏感程度有多高 第一 有时间的时候 你最不可能做的就是 坐下来自己去想想一些事 二 你觉得自己一个人按摩摩地在 是一件很无聊的事 三 你在做家务的时候 很喜欢穿一部电视 又或者打开收音机 四 安静会令你觉得不舒服 五 你认为独处等同于孤独 六 你一点都不喜欢一个人去看电影 又或者听音乐会 七 独自一个人做任何的事情 都会令到你觉得对不起自己 八 哪怕是在做两件事之间的空隙的时间 或者是在休息室里面 有些少少的空闲的时间 你都要打电话 传一下message 或者是使用社交媒体 九 一个人开车的时候 通常都会着了一部收音机 才令到自己没有那么无聊 十 你觉得写日记或者meditation 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 十一 你没有时间或者是机会独处 我们首先一看独处对我们来说 有什么好处 识度的独处对于小朋友来说 是很有益的 我近期发现 女儿平时在玩玩具 或者是看影片的时候 她会自己和自己说话 即是她会自己和自己对话 例如我描述一下 画面也会说些什么 然后就会说 是呀 为什么她会这样做呢 她总之不断地自我对话 她的行为 勾起我小时候 自己玩玩具的经历 那时候我玩恐龙战队的玩具 我常常会有对话 帮她编替对白 It's more than time 然后就去打怪 有时会帮她去组织一些剧情 其实这些都是发展你的语言能力 和你的创意的一个过程 97年的时候有一个研究 就是专门研究一些小朋友的独处的研究 就发现有识度独处时间的五年班 至到九年班的学生 他们会更少出现行为上的问题 会没有那么容易抑鬱 在学校里面的平均成绩也会更加高 我们作为家长有时会觉得 小朋友偷在这儿 或者是自己一个人 那你就会觉得 他在浪费时间 一定要放些东西给他做 其实不需要 他无无聊聊在这儿做事 其实就是一种学习 就如同我们看动物世界里面的时候 那些狮子老虎小时候 都会互相扑来扑去 互相在那儿玩 玩本身就是一种学习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可以做到大量的模拟的事情 因为例如 It's Morphin Time 你在现实世界里面 是不可能出现的 没理由叫你同学和你一起变身 但你在玩的过程里面 你就可以这样做 出来吧 比卡超 你没理由在学校那里 扔个精灵球出来 但是理想可以在自己玩 自己读书的过程里面 可以重复无限次 可以有无限的可能 我觉得我和女儿 在创造力方面都是不错的 最近她很喜欢听Lady Gaga这首歌 Gaga的歌叫做Bloody Mary 我们每晚都会讲讲故事 她要原创故事 有一晚我就讲了一个Bloody Mary的故事 但Bloody Mary的故事 其实就不是讲Bloody Mary 其实实际上的名字叫做Doodood Mary 因为在这个故事的世界里面 出现了很多Mary 例如Mumum Mary 她就会捉走你的Mumum Switch Mary 就会吸走你部游戏机 即是她去到每一个小朋友的家 她都会偷走她的游戏机 那那个Mary就叫做Switch Mary Everything 很多Mary 还有什么屎坑Mary 就会偷走你家的屎坑 TV Mary 就会吸走你家的电视 那些天马行空东西 其实都不是纯粹来自我的 即是女儿她都一直影响我讲故事的创作方向 而且最近在玩Minecraft 类似就是用Building Blocks 即是砌世界出来的那些 我帮她建了很多东西 建了一个迪士尼的城堡 建了一间很现代很漂亮有自动门的家 还帮她建了很多条海底隧道 有一天她跟我说 妈妈可不可以在海底里养马 叮一声 我觉得这个创意真的很棒 然后我建了很多玻璃墙 再用海绵吸水后 就开始养马 我发现我没有想过在海底养马 她的这个创意 她想到一些我想不到的东西 是令我很开心的 而这些创意很多时候都是 基于她自己在独处的时候 自己在玩 没有我的帮助的时候 她自己想出来的东西 书里面还说了很多独处的好处 例如说能够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能够增加你的同理心 能够激发你的创造性 能够对你的心理健康更加有益 能够令你可以自我收服等等 上次也介绍了一些做meditation的方法 因为我已经说过太多了 我就不再重复了 最后我总结一下这一章 我们一定要理解 无所事事 没有事做 不一定是浪费时间 我们要学会去享受植证 或者放低步伐 每天我们都要花一点时间 让自己独处一下 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 我不知道女儿是否经常见到我 对着咪在说话 而学会了自言自语 但自言自语的确是我们内心对话的初型 如果你觉得自言自语不够正式 你又有写日记的习惯 你也可以通过写日记 你去排解自己的情绪 将自己的一些说法写下 然后自己解答 就像《月神对话》中的作者做的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不是每个人身边都需要有很多人围住 或者你一定手上要有事做 才是代表有意义 花多时间和自己对话 他的意义可能更加之大 第十二章 内心强大的人都能意识到 世界并没有欠理些什么 我们不妨一起检视一下自己 是有多紧张自己 当成是这个宇宙的中心 第一 认为自己在驾车 和和人交流的大多数事情上 表现都超出一般的水准 二 更加喜欢谈论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 而不愿意接受结果 三 认为自己天生就应该成功 四 认为自我价值取决于物质财富 五 认为自己应该得到快乐 六 认为自己已经付出了 现在是时候得到回报了 七 喜欢谈论自己 而且很少去傾听他人 八 认为自己足够聪明 不需要努力就能够获得成功 九 有时会买一些自己卖不起的东西 但会和自己说 你应该得到这个东西 十 在很多事情上都将自己当成是专家 自恋是自卑的一个反面 过度的自卑可能就会用自恋的方式进行过度补偿 我很喜欢武志雄曾经在书中说过的一句说话 这句说话就是 我们应该将自己当成是天选之人 但同一时间 我们应该从理性的角度去告诉自己自己 并不是真的天选之人 当你能够抱持着这个想法去行动的时候 那你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因为你是天选之人 而当你去评估风险的时候 当你去评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 你亦都能够很客观地去看待自己的能力 这个就是全能自恋和自信之间的区别 但多数自恋的人 他们都会缺乏一种自我的意识 就是认为其他人对他们的看法 就像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一样 但当我们理性地去分析这些看法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其实它有多荒谬 例如说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应该是要得到更好的待遇 我现在的身份 你就要对我恭恭敬敬 我身上总是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就如同我们先前所说的 你可以通过这样想 而去push你自己 不断地向前走 但你不可以将你的这些想法 加注在别人身上 当成是理所当然 那你就会变成一个黑人争的人 就算你是天选之人也好 但我们在理性上一定要解决几件事 第一就是 生活本来就不是公平 第二 并不是只有你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说自己怀才不育 这个世界有多少人怀才不育 古人啊 李伯都怀才不育 素色都怀才不育 那你又跟他比 第三就是 你有权去选择自己应该如何应对失望 那你既然失望 那你就改变现状 第四 你并没有比其他的人 更加应该获得某些东西 很多人都觉得 现在我年生多少月生多少 我现在的职位高了 出到去你看到其他的人都好像奥斯群雄 然后就觉得 你应该要知道我是谁 你应该对我特别客气一点 其实你想多了 别人根本就不认识你是谁 你离开了你间公司之后 根本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就算你是阿联有王子 你去到其他国家 那你哪位呢 你不是四周围和别人说 或者是你不展露你的身份 谁知道你是谁 没有人是你肚子里面那条虫 所以作者建议我们 一定要锻炼或者养成谦卑的态度 才可以令你更加强大 我们应该是培养健康适度的自尊感 同一时间我们也要搞清楚 自己究竟在生活中的哪些方面 容易会产生过度的优越感 那我们尤其要去警惕 例如好像昨天阿女开学 我以前是一个企业教练 我当然可以见到很多Amin上的东西 脱漏 但是这个时候我就要警惕自己 这个是不是我可以出声的地方 是不是我应该出声的地方 是不是我有权出声的地方 如果不是我就只可以收声 又例如好像在别人的频道上 那我就要优秀一点 是不是我应不应该在阿不了的频道上 大肆地去宣扬我自己的看法 那你就不对 见好又受表达了祝福 那你就走吧 你不要搞那么多事情 这些领域我都会不断地提醒自己 应该要优秀的 我应该要拉着自己 不可以让自己走上别人的舞台中间 每个人心里面的主角都是他自己 我们最错的事就是 去别人的舞台上 抢走别人的Spotlight OK 那我们去到最后一章 并不是每一件事都有立竿见影的成效 拿破仑希尔曾经说过 耐心坚持和努力相结合 就能够产生无与伦比的效果 能够引导你走向成功 我们和成功失之交臂的最大的原因就是 没有耐性 每次都想要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就好像搞个channel 我今天搞了明天就要有100万subscribe 才叫做有成效 如果不是就浪费 那怎么可以呢 那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 自己是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人 第一 你不认为等会等到好的结果 二 你觉得时间是金钱 不想浪费时间 三 你认为耐性不是优点 四 如果见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你就很有可能会觉得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成效的 五 你希望事情现在就做好它 六 你硬是会寻找捷径 因为有捷径 你就不需要耗费太多的精力 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了 七 当其他人不能够配合你的脚步的时候 你会产生一种挫败感 八 当你不能够很快地见到成效的时候 你就会放弃做某一件事 九 你很难坚持自己的目标 十 你觉得每一件事都应该很快会见到分晓 十一 你会低估达成目标 和完成某一件事所花费的时间 我以前跟过几个老闆 他们都是很急的人 其实我一直都心水很清 操资过急的东西一定都是肤浅的东西 所以我最擅长的本领就是阳凤阴 表面上我会很快地响应他想做的东西 但背地里我会慢慢做 因为我知道急是没可能做到的 因为当你期待某一件事立即有结果 他就会出事了 例如会出什么事呢 你会逼你的下属去行捷径 你会逼他们去做一条数 其实是没意思的 你想要的不是一个数字 而是你想要整件事是改变的 所以你去催谷他们 逼他们给一个数字 其实是一个低能的行为 第二个坏处就是 当你很急想去做一件事的时候 你就可能会罔顾未来的损害 你就会变得短时 不会看到长远的问题 第三不切实际的想法 可能会令到你产生错误的结论 我department今天的业绩一坨市 你明天要我变成第一 有什么可能啊 大哥 你真的逼我打劫银行 第四当你太急的时候 你又做不到那件事 就会令到你产生负面情绪 会延伸出一种挫败感和无力感 而当这些负面情绪越多的时候 你的行动就越慢 你最终可能会放弃这个目标 很多这些project就会烂尾了 第五个害处就是 你可能会做出一些 妨碍你实现目标的行为 就例如好像你焗蛋糕 你整天打开个烤炉 看一看焗好味 又关上它 焗好味 那你只会做到一个 麻风斗一样的蛋糕出来 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 我们要去合理地去管理我们的预期 还有我们要考虑长期的目标 就如同我们之前说过一集 二阶思维的 我们不可以只想眼前走的下一步棋 是要想下一步下一步棋 很多人做事很急 对成功的追求也很急 就是觉得我三十多岁人 我四十多岁人 我五十多岁人都未成功 那我真的不能成功 怎会是呢 只要你想成功 除非明天你就离开人生 否则你仍然有机会这样做 我觉得一年前我们说过一本书 叫做《大气晚城》 里面很多观点就很适用在这一章里面 你这么急做什么 你急于证明自己成功做什么 人生无限赛局 今天他成功 说不定明天他破产 是不是 不是因为我黑心 而是有时很多事情 不是一局定输赢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急于定义自己成不成功 去到八十岁人们再去总结自己 今天成不成功 或者这一生成不成功 我觉得更加合理 我们再来看看作者有什么提示 第一 我们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去衡量我们的进步 第二 我们要估计自己实现目标所需要的时间 和实现目标的难度 第三 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面 每取得一定的进展 你都要去和自己慶祝一下 第四 用健康的方式处理负面情绪 第五 制定一个plan 去帮助你抵制有惑 第六 调整你的部分 做好打持狗箭的准备 以上就是这本书 我觉得最精华最有用的部分 当然我的解读 不可以取代你的阅读 如果你真的决心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我也是建议你自己去看一本书 可能你会有更加多的得着 OK 今集的时间就来到这里差不多了 我们马上进入上集评论的时间 Sophia 说 Sophia 说 一分钟 今次还不是我第一 我终于抢到头猪香了 恭喜你 恭喜Sophia 不行 以后我都是要 首先读了头猪香的留言才行 因为如果不然你抢了头猪香 就没意思了 我一定要令到你的努力 能够获得正面的认知才对 Oliver 说 今天第一 我们就当双冠军 恭喜Oliver和Sophia 不用怕 我整够两个香炉 大家都是头猪香 不用争 真的好玩 Nelson 说 第二 恭喜各位 多谢你们喜欢玩这个游戏 多谢Shirley的Superfanks 多谢肥仔的Superfanks 肥仔说 内心强大 真是很好的学习 多谢你一直以来分享 在生命上 如何慢慢走出去 如何成为自在的自己 请你吃个蛋撻 哇 今天很棒 有蛋撻吃了 多谢肥仔 多谢你 Jack 说 内心强大 对自己的认识也很重要 多谢肥仔的分享 能够令到我可以检视一下自己 这两年面对人生的大转角 原本以为自己在工作上 曾经面对大大小小的困难 以为自己的情绪十分之稳定 但当所有的事情 从头来过的时候 回到起点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并不是那么强大 收心是一生的功课 如何才能锻炼出强大的内心 也是一生的功课 大家努力 加油 支持你 JC 说 刚才你真是救了很多人 我真是因为战狼说我不好 就以为自己真是不好 不要理他 叫他压屎 我帮你在大气电波里 车他两巴 我们昨天举的例子 就是说 你时代去做一份问卷调查 问一百个人 都不会说一百个人都说你不好 所以我们不要相信一个人对我们的评价 JC 说 听完这段题 很有道理 反而会令我更加积极地做好自己 要令人看到我如何走到这一步 做到成功 虽然找不到大钱 但我做到现在的位置 都是要逐步逐步地改变去做好才行 不需要妒忌 不需要负面 我要争取 我要体现到我的能力 我会接受别人的评价 这样才可以进步 我亦都会想想 如何去改善我的思考方式 开始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自己对 但将心比心 我都会想可以做得更加之好 不要自以为是 有时都要听别人的意见 试试将听不入耳的东西都听入耳 做到老 学到老 好正 多谢ZUKI你的自我反思和分享 Angela就说 这集很好 一定要发给我的朋友去看 多谢Angela 萧妹就说 我现在正正需要强大的耐心 借着给你用 但最后你要自己 build up 一个才行 concept 就说 齐老师你好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呢 对上一次我留言的时候 我分享了自己的脚做手术的经历 看完这集之后 我也想分享一个耐心强大的方法 我当然记得 我还有在你channel里看 你做了一些空翻 一些很高难度的动作 好厉害 好厉害 所以真的很希望你可以做个康复 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我继续读你的留言 concept 就说 在漫长的康复周期里面 我经历了不少的低潮 而我的方法就是 每日都会记下自己的进步 有少少运用了未习惯的本书的方法 就可以令到自己 不会处于一个负面的状态 因为困难 硬是会比进步更加容易被察觉 由当初只可以躺在床上 到可以移动到脚趾 这几天已经勉强可以捉住扶手 慢慢走到楼梯 每一个势微的进步都是这么重要 每次当我觉得自己停滞不前的时候 我都会看回上一个星期的记录 我就会发现原来自己的进步是这么大的 我还想再说多一点 就是我很同意你和作者所说的 真正的内心强大 不是永远保持正能量 而是会适当地表达情绪 因为当你肯定自己有能力爬起身 你才会放心地容许自己的软弱 接受自己的软弱 说得太好了 我觉得你可能可以在这段时间里 开发自己的另一个特质 可能你可以做一个作家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试试去这方面发展 寫得真的很好 最后我想说很喜欢你的channel里面 一些强大的内在或者是成功学的题材 期待你之后的分享 我会耐心地等待 加油 你都加油 希望你早日康复 听到你的故事 我觉得真的令到心里面充满能量 我感受到你写这段文字的时候 那种感受 很多谢你和我分享你的故事 Bruiting就说 内心强大是接受并不是忍来 认同啊认同啊 内心强大其实某程度上就是我们神伏 我们遇到的东西 PC2608就说支持 多谢你 Winsey说感谢分享 讲得很好 内心强大不代表 常常都要做正面L 对啊 这个世界真的太多一些嘟嘟L了 对不对 不过我真的要提醒 很多身心灵人士 很容易就会变成正面L 过度的乐观和过度的悲观 都是有害无益的 Bethith就说 人生道理王支持你 这个是不是我最新的桌子 Anna就说 老师 这本书讲中了我的问题 要听多几次慢慢分析 加了Anna 而认识到自己 某些不够完善的地方 其实就是我们进步的开始 Wida就说 今次这条片真的及时雨 近日上班遇到很多棘手的人 每日都受到打击 令到我怀疑自己的能力 不开心就一排 原来都是边界这样的问题 那我就要做好这方面的锻炼了 是声嘞的开始来的 希望你可以成功快点过度 Michael又来留言 那我就用Michael的声音来读 我是Michael 今年十岁 读着五年班 你说话好得意 多谢你读我的留言 我现在还增添了这个 变声服务 下次想我用什么声来读 除了女人声 我应该都ok的 Laisam Hui 就说 自强不息 人生课题 大家开学日 一起进修 好的 天职神旭蕭 就说 每次杀不死你 杀不死你 也依好你 这段文字 自己就有melody KW就说 丑思 丑思 太多太多的少男少女 需要你拯救了 其实脆弱的心 脆弱的头脑 实在太过普遍了 他们的自我形象非常之低 非常非常之低自尊 多谢KC你的信任 我不敢说自己 可以拯救了多少人 但愿我能够在某程度上 可以帮助到他们 那我就觉得很开心 我们大家都略尽勉力 帮下这个社会 帮下这个世界 AT就说 杀好斯 你的声音绝对可以做DJ 多谢你的欣赏 多谢你 多谢DFF的支持 榮森 什么坚的好人 我找来看看 这个题目是我很喜欢的 Ali就说 我希望你简单一点 不要那么复杂 你们经常列出那么多的说法 一样无灵两可 你究竟是真心帮人 还是博修事 人有什么情绪 必需要有时间释放他们难受的感觉 在这个资讯爆棚的时代 各有各说 每个人遭遇的事都不一样 看你两三条片毫无用处 对的 你都没错的 不要紧要 因为我说的事未必是对的 又或许是我的表达方式 或许是我的风格 不是太适合你 我都是真是一个 喜欢短话长说的人 所以多谢你的指教和建议 甲骨乐悟空就说 我回到来了 又是真正的阔别多日 别来无恙 对的 你最近觉得怎么样 好吗 有空多点回来聊聊 OK 今集的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 如果你觉得本集的资讯帮到你的话 记得subscribe这个channel like和share这条片 按住个小铃 加入会员频道 或者使用超级感谢 赞助我的制作 我是陈老师 说不对我们 明天会再见 拜拜